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一直等到12点过 我一直在等武汉解封 当我听到那句武汉解封的时候 所有的车开始驶离武汉的时候 我实在没有忍住 终于扛过来了 太不容易了 近日 羽衣妹妹刘先在成都接受中兴社记者专访时说 在武汉的每一天她都心怀感动 从医护人员到坚守在各个岗位的工作者 再到志愿者 爱心人士和普通市民 大家凝聚起爱和勇气 共同抗击疫情 2月2号 得知武汉医护人员难以吃上温热的饭菜后 90后餐饮从业者刘先写下遗书 和团队从成都逆行前往武汉 200多斤猪肉 300多斤大米 两大袋土豆 以及在成都门店能找到的所有调料 使这位娇小四川女孩去武汉时的全部家当 在40多天的时间里 为当地医护人员提供了超过2万份 热气腾腾的免费盒饭 我们能够带的 仓库里面有的都带上 把后备箱塞得满满的 全部塞过去 刚开始到了两天 物质很紧缺 自己舍不得吃 我们整个团队吃了差不多两天的方便面 就为了把更多的食材留给我们的医护人员吃 买肉非常困难 我们当时就很 就开始慌了 做一份饭 一份饭 生肉至少要六七两 六七两才能做出来一份饭 因为出到武汉时没有防护服 常穿一件羽衣 勇闯各大医院 人们亲切地称刘仙为羽衣妹妹 刘仙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次为医护人员送餐时的情形 看到与病毒搏斗的白衣天使们 含着眼泪 吃上她做的热壶饭 她更加坚定了留下来 为医护人员做饭的决心 把后备箱打开 东西全部拉下来 所有的医护人员 眼睛里面都是很内的 所以我当时就说 你们努力救人 我努力做饭 疫情不走 我不走 做到你们不需要我为止 我最开始的时候没有防护服 我就穿自己的羽衣 然后带我平时我爱滑雪 带着那个滑雪眼镜 到医院里面去送饭的时候 医护人员有给我拿防护服 是我拒绝了 我没药 这东西在那个特殊情况下 他们比我们更需要 所以他们就很心疼我们 所以就给了我一个很可爱的小门 羽衣妹妹 当时武汉汇集了中国各地而来的志愿者 回忆志愿者们在武汉守望相助的点点滴滴 刘仙多次落泪 但言语中掩不住的自豪 她觉得很多人说羽衣妹妹感动了全中国 但她想说是爱心人士在感动着她 温暖着她 其实在武汉有很多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志愿者 他们都在默默无闻地用自己利所能及的方式参与这次抗议 十几吨当时在高速路口半个小时不到三十多台车全部集结 硬生生把一个十米那么长的一个大火车里面的屋子 全部下在各个小车里面 拉到各个医院里面去 一束光很弱 但是很多光聚在一起 就可以形成银河 陪伴多日的雨衣 满是缺口的菜刀 保洁阿姨的橡皮筋 这些看似寻常的物品 无声诉说着队员们逆行武汉的日语夜 被刘仙放在成都餐厅的玻璃柜中珍藏 餐厅的大门外贴满了便利贴 这些是市民知道雨衣妹妹故事后 自发前来为逆行者加油打气写下的留言 逆行归来 刘仙发起成立了雨衣公益 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已经加入进来 我现在成立了一个雨衣公益 这雨衣公益里面有上万的爱心人士 所以说现在雨衣妹妹 她不是一个人的称号 已经成了一群人的符号了 上万的雨衣公益成员 遍布在全国各个城市各个地方 就近帮扶 要的就是速度 沿用了我们在武汉的渺元渺 像我们这一次西山火灾 我们就进行了就近帮扶 三小时不到 十几万的屋子 水面包 全部到达 我在现场指挥部 近日联合国秘书长青年特使办公室 在联合国网站推荐了全球十位年轻人 参与抗议的故事 其中包括中国雨衣妹妹 在刘仙看来 这是对中国青年志愿者的肯定 也是对中国抗议成绩的肯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